这天,两位年轻人正在进行街头采访,请问你听过小美人鱼的故事吧,如果你的眼泪也能变成珍珠,你愿意吗? 大部分被采访者表示愿意,毕竟珍珠可以卖钱,当他们采访一位工地小哥的时候,小哥的表情十分痛苦,似乎是被噎到了,因为他正在吃饭。 年轻人急忙解释,大哥你别误会啊,我们是娱乐节目的自媒体,只是做个简单的随机采访,结果小哥刮的一声,将饭盒一扔,吓得撒腿就跑。 两个年轻人非常费解,不就是童话故事嘛,怎么还被吓到了? 就在这时,一颗白色的珍珠滚到了饭盒下面,而这两个年轻人根本没有察觉到,工地小哥叫做阿武是一位普通的农民,农忙的时候就在家里收地, 等弟弟不忙了,他就会到城里找一份搬砖的工作。 阿武吃苦耐劳,人爷仗得够精神,按道理早就被媒婆踏破了门槛,可是阿武的父母死得早,所以就没人帮阿武张罗相亲这件事。 然后阿武至今不找女朋友,还有一个难言之隐,就是他的眼泪真的会变成珍珠。 所以面对两位年轻人采访时,阿武就不小心掉了一颗珍珠,这颗珍珠不是因为他伤心哭出来的, 而是吃饭被噎到呛出来的,阿武怕被这两位年轻人发现,所以就急忙逃走了。 至于阿武的眼泪变成珍珠这件事,要从他小时候说起,当阿武刚出生的时候,他的父母就发现了儿子哭的时候,眼泪会变成珍珠。 于是母亲就一直给阿武灌输一种思想,让眼泪变成珍珠这件事,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,不然以后就没有消停日子过了,所以阿武从小便养成了男儿有泪不清谈的习惯。 即便打针和摔伤,阿武从来都是忍着不哭,所以阿武在村里含有一个外号,叫做铁汉子。 回忆结束后,阿武也愁跳起来,再过两年就三十了,是不是也该找个女朋友了? 而室友觉得阿武还不找女朋友,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? 于是就递给了他一张小卡片,阿武顿时就郁闷了,自己的身体好得很,没有那方面的问题。 直到这一天,阿武从火车站遇到了他们村的村花翠花,平时翠花家农忙的时候,阿武就经常过去帮忙,所以他们非常熟,而且翠花对阿武还有好感。 这次在火车站遇见了,翠花非常开心,就和阿武多聊了几句,并且还送给了阿武一条围巾。 这时翠花的父亲过来了,看到女儿对阿武如此亲密,父亲急忙将桂花扯开了,毕竟女儿家的不能太主动了。 结果几天后,翠花的父亲就病倒了,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是心脏病,需要做搭桥手术。 但是翠花家非常贫穷,根本就拿不出做手术的费用,而且亲戚们知道翠花的父亲要做手术,就故意躲着翠花。 就在这时,村里的首妇王妇固然找上门来,说只要将翠花嫁给他,老丈人的手术费他就全包了,并且还可以再加30万的拼你钱。 在媒婆的怂恿下,母亲只能半推半就地答应了。 这天,阿武回来收庄稼的时候,遇到了翠花。 翠花一看见阿武,就忍不住哭了出来。 阿武有些懵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于是翠花就把最近所发生的事情,全都告诉给了阿武,并且翠花还向阿武表明了自己的心计。 其实翠花心里只有阿武一个人,可是父亲做手术要花钱,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。 这么好的姑娘,阿武怎么忍心看到他嫁给别人呢? 于是阿武拍了拍翠花的肩膀说,你放心吧,你不用嫁给王富贵,你付金手术费,我可以帮你凑。 翠花开心的同时也有点担忧,阿武只不过是工地上的一个搬砖的,怎么可以凑到十几万的手术费呢? 事已至此,阿武就将自己的秘密告诉给了翠花,而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。 阿武什么都不用管,抱着一个脸盆开始放声地大哭。 哭的眼泪掉进盆里就哗啦啦的,变成了一颗颗闪亮的小珍珠。 然后翠花就负责将这些珍珠拿出去卖钱。 由于阿武哭出来的珍珠质量非常高,所以经销商表示有多少就收多少。 短短几天的功夫,翠花父亲的手术费就凑齐了。 不仅如此,阿武还将他们婚礼的钱也筹备好了。 画面一转,阿武和翠花举行了一场浓重的婚礼,附近的村民都过来参加了。 不过婚礼过后,阿武就生了一场大病,可能是哭多了吧,身体就没有值钱那么好了。 但翠花无微不至的照顾,让阿武感到十分幸福。 可惜好景不长,没过多久,那个王富贵就开始找阿武他们麻烦了。 毕竟当初就同意婚事了,结果翠花临时变卦。 所以王富贵非常憎恨翠花和阿武,茶余饭后总是说翠花的坏话,说翠花父亲治病的钱都是翠花在外面偷进摸狗赚来的。 随着这种谣言越传越多,村里的人几乎都信以为真的。 毕竟翠花家里一瓶如洗,怎么可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治病。 见翠花被欺负了,阿武看不下去了。 于是阿武就告诉翠花,要不咱们就对外公布我的秘密吧,这样他们就无话可说了。 翠花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,只能同意了。 隔天,阿武就将这个眼泪变成珍珠的事情告诉给了翠花的父母。 翠花的父亲一开始也很疑惑,不明白翠花从哪里凑来的手术费。 现在真相大白了,父亲心中的大石头也就放下来了。 接着,阿武就向村民们一一解释,说自己拥有一种超能力, 哭出来的眼泪会瞬间变成珍珠。 在他们面前掩饰一番后,翠花身上的误会就得以澄清了。 与此同时,阿武的超能力也在村里传开了。 现在超能力不需要在隐藏后,也给阿武一家人带来了诸多便利。 首先,阿武不用出去打工了,只要在家里哭一哭,白花花的钞票就来了。 然后,哪家遇到什么困难,阿武也会给哭几颗珍珠,帮他们解决燃眉之急。 毕竟相地相亲的能帮就帮。 后来,阿武的好事做多了,还被评为了村里的模范代表。 再后来,村民们就推荐阿武当上的村支书。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,阿武就发觉,之前父母让自己守住这个秘密, 不要对外声张是错的,或者说是多此一举。 直到有一天,阿武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了, 然后有时候怎么都哭不出来。 可就在这时,几个亲戚找上门来借钱。 有的是修房子差一点钱,有的是孩子上学没钱。 反正只要没钱呢,就过来找阿武帮忙。 结果阿武因身体抱恙,没有借给他们钱后, 这些亲戚们就开始说阿武的坏话了。 说阿武当上村支书就飘了, 然后阿武也很苦劳,的确是身体变差了,哭不出珍珠了, 这可怎么办。 翠花就安慰阿武, 人性本来就是自私和贪婪的, 你不要想太多, 他们只会索取,是不会感恩的。 如果你还是觉得内心不安, 那我们就离开这个村子吧, 去一个没人知道你拥有这个超能力的地方。 最后翠花就开始向阿武撒娇了, 从今天开始, 你不许为别人哭了, 你只能为我一个人哭,知道吗? 听到这句话, 阿武顿时觉得心里暖暖的, 是啊,为了那些人不值得, 以后我只为自己心爱的人哭。 就这样,阿武和翠花离开了这个村子, 离开了这个让人伤心的地方。 结果半路上, 阿武突然赶到一阵天旋地转, 每一会儿阿武就晕了过去, 等阿武再次醒来的时候, 他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房间里, 并且自己全身都绑得动弹不得。 这时阿武看见翠花正和一个男人在交谈, 并且翠花打扮得非常漂亮, 和之前的翠花完全就不是一个人。 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来, 这个男人是一位珍珠经销商, 而翠花正在和他谈价钱。 阿武有些懵, 急忙让翠花给自己解绑, 结果翠花微笑着说, 阿武哥, 你不是说过只为我一个人哭的吗? 现在我让你哭个够, 说完翠花就关上了房门。 看来人性都是贪婪的, 当翠花习惯阿武的眼泪可以换钱后, 渐渐地, 她把阿武当成了一个赚钱的机器。 可后来阿武的这种能力越来越弱了, 于是翠花干脆就将阿武囚禁了起来, 给她一点刺激, 让她彻底哭个够。 电影娱乐, 与你解忧, 下次再见。